今天我们就先来看几个东西好了 从韩式固片这边开始看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档案处理 资料结构我们上次看过的就是那个 正列array或者是dictionary那些东西 那档案我们还没看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档案 那我就开个专案吧 不过我这次想不要开专案好了 我们用命令列来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一个是DOS模式的 DOS模式的用命令列其实反而比较简单 命令列这边有一个Visual Studio 命令提示次元2010 我把它打开 好那我就随便放个资料架 好叫File 好我的档名就叫Fileio.cs 好我把它放进去 存一下 那我切到这个资料架 好我切到这个资料架 我们有看到这个档案 那我用C-Sharp的编译器 叫CSC 那这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 那这个CSC呢 请记得哦 如果你在普通的命令列是可能打 它会找不到路径 你要开这个Visual Studio的命令提示次元 它才会找到 那这个Visual Studio的命令提示次元呢 在这里 就是2010 Express 这边有个命令提示次元 好那打开之后呢 那你直接去编译 刚刚我们所贴上来的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它做什么事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它把档案呢 读进来 变成一个字串 第二个就把它印出来 就这样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类似Type这个指令 的程式 那所以呢我就 执行一下 它输出之后呢 它也就会叫FileIO.exe 那我就打FileIO 那接下来我 必须要给它一个文字档 因为它要把读进来 变成字串 所以要给它一个文字档 我要给谁呢 我就给它自己 意思就是FileIO.cs把它输入 输入到这个程式 然后印出来 那你会发现说 OK它确实读了 而且印了 那印出来结果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程式怎么写 第一个 它 使用了 这个 System.io 这一个韩式库 这个要加上去的 第二个 它使用一个叫StreamReader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读取器 那这个读取器呢 我把FirePass就是它的 档案的路径传进来 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呢 我就 就把它 re to end 就是一直读到 档位结束 那这re to end 它会传回一个字串 就传回到test 那我把档案关掉 那这样才不会一直 那个档案一直开着浪费资源 那接下来呢 把test传回来 传回来之后呢 这个File to test 就会 得到这个值嘛 那再传回给这个test 这两个名称不一定要一样 其实这个可以随便取名 然后呢 我再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就是你看到的这个 印出的结果 OK 这是 读取档案 读取档案 那 但你也可以写入档案 写入档案 比如说 我这边看看有没有写入的 test to file 这边有个test to file 那我就是把 用StreamWriter就是 Stream是串流的意思 Writer是写入器 所以是串流写入器 就是档案写入器的意思 那 他就建立一个新的StreamWriter 然后把档名给他 这时候他会 把那个 档案 建立 建立出来 那 接下来呢 我呼叫file.write write 然后 write 他会写入一个自串 那把自串传进去 那接下来把档案关掉 这样就他会真正写入 那所以呢 那这时候 这时候如果我今天呢 是先执行test to file 把这个档案呢写入 写入到 自串写入到档案 自串是text1 hello c-sharp 把它写入到档案 然后呢 再呼叫file to text 把它读出来 那这样子的结果 就 就会 一出来 所以我们把 这一个程式 file text 也拿来执行一下 拿来执行一下 ok 我建立一个新的 好 我把它存一下 好 点cs 哦 请注意它的副档名 你最好是用 点cs 因为 这是c-sharp的预设 副档名 好 那ok 之后呢 我们就来编译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file text.ese 跑出来 好 那我打file text 这个没有 没有参数的 那于是呢 它会输出 hello c-sharp 这个hello c-sharp是怎么输出来的呢 它不是直接把这个字串输出 是先把这个字串 写到档案里面 再从档案里面 把整个档案读出来 然后再印出来 那就会看到这个样子 好 所以 请各位把这两个程式 稍微执行一下 那它的位置 就在这里 file text 那我们把它贴上来 好 好 c-sharp与档案处理 好 请各位试试看